P導演因為長得太帥害我分心 看到他知道要跟他合作 要跟他面談的時候 我心跳大概是140 我就完全坐不住 就連我都是心跳140 因為我滿腦子都是想著 導演那時候拍內褲廣告的那個 大家都叫他大王 那個廣告當一個男人就要這樣子 我這個幸福只有P派來知道 想他留的話沒有關係 何潤中真的沒有留到滑紅 好痛喔 從小看風雲啊 我也有看 不是 我陪伴了他們的童年 可恨 可恨 對 我跟你講你現在那個劇本 你全部把他忘掉 那不重要 我說那再來呢 再來我跟你講 我會寫我一個全新的想法 這個想法只有你可以幫我實踐 對... 等於說以你為主了 劇本不要 對 我寫了 哈香遠good 是什麼 我一開始以為真的是這樣 不然發現 好像是因為加戲不用加錢 所以就可以一直加戲這樣子 好 今天要為您介紹這個 TVBS3月份有個大戲 叫做翻牆的記憶 謝謝 謝謝 今天主持也很厲害的一位 是Peter和潤東 製作 編劇 導演 主演 對 是 對 這也是他結婚以後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對不對 對 製作 編劇 所以劇本你是很早就在寫了 大概半年前 開拍前的半年前 因為那個時候 我在那裡拍一個戲 然後那個是古裝戲 但他的 在現場我常常可以拿著手機 就在編劇 對... 好 翻牆的記憶是一個一出 人家覺得是一個校園戲 其實不只是一個校園戲 我想這個戲有很多人的記憶深處 就是你在學校 可能都會接受過霸凌這件事情 對 言語的霸凌 行為的霸凌 跟眼光的霸凌都算是 那這一齣戲 可能就是在講校園的一句問題 那今天在做的呢 只是一部分的演員 我們先來看 這裡頭戲裡的女警好不好 好耶 楊晴小姐 你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楊晴 你選的女警也太漂亮對不對 還可以 大家以後對於女警的這個行業 有多一點的想像 想像力 然後這個學校裡頭的主任 訓導主任是哈少爺先生 好 你真的 你怎麼會當上主任的 你怎麼會選他當主任 因為他比較好笑 然後他 因為我們這個戲 整個其實很沉重 很黑暗 但我們就希望好像小孩這種角色 來舒緩一下那個情緒 對 而且他要夠高大 因為他們都是壞學生 要他們都可以害怕他 那如果一個訓導主任 但是長得比他們還矮 然後小小的 不要這樣 不要那樣 就沒有人會害怕了 原來是這樣 我一開始以為說 這個訓導主任是正義凜然 但正氣凜然 然後很有那種威嚴的感覺 我想說這就是我的個性 正直不二 我想說就是我 結果第一天導演就說 我跟你講 你要多歪 演多歪 然後 適合我 對 原來是這樣找你 好 張庭虎跟吳念軒 這兩位都是在這個戲裡面演 壞學生嗎 對 好 來 自己揭曉 張庭虎 大家好 我是張庭虎 你演的是什麼樣多壞的學生 其實我在裡面的角色會比較偏向 我覺得是叛逆的調皮 而不是多壞 喜歡整老師 然後喜歡翹課 然後比較衝動 然後喜歡打架這種的 喜歡打架 那真的壞就是你了 好 我們來介紹吳俐萱 今天我們現場有兩個演藝界的 入圍新人的 一個是金鐘獎入圍新人 他是金馬獎入圍新人 但是都沒得就是 但是不管 入圍就是表示 你是在今年的新人當中 是最被看好的對不對 你是演虎爺對不對 對 在紅衣小女兒2是演虎爺 然後在翻牆記裡面是演老K 老K 名字聽起來就很厲害了 就是老K是最大的 所以因為我在學校就是 覺得自己可以主宰一切 老是在K人 對 因為我的背景 我的靠山很硬 我媽媽是裡面學校的最大的 然後可能我背景也有一些黑道的 所以我在學校是橫著走 然後不怕一切 這麼厲害 所以這個都是你有試鏡 跳出來的演員嗎 對 都有 對 除了小哈沒有 因為一看就知道他很歪 不用試鏡 好 三月就可以看到這些 我們先來搶先看一點 翻牆的記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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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老師 你為什麼要來當老師 就為了每個月我耗你薪水嗎 好 期待 你幹嘛不去廁所啦 我在逛逛我們愛了結晶啊 可以當我女朋友嗎 你這麼會把妹 女朋友應該交不上 有把妹 我正在把你 我在把你 你愛一句 不要忘了 你在學校恐怖 你說什麼 答應她什麼 我在那邊裝的禮物 你很關心她 你很愛她的感覺 那黑屋 那老狗 他把平時都愛她 你懂什麼叫做營造氣氛嗎 你身為班老師 全班成績爛成這樣 只有三個人及格 你們這什麼爛班啊 你怎麼會偏用這樣的老師啊 大家好 來 這戲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你是演老師 對 什麼樣的老師呢 看起來太帥了吧 就是會遠離麻煩的 就是我能少一次就少一次 是這樣子的老師 對... 這戲裡其實有滿多的人 千娜是演 校長 校長長這麼漂亮 好 怡榮呢 是演一個 另外一個學生 小歐的她的媽媽 單親媽媽 單親媽媽 對 你都把人家演媽媽了 我跟她講 你已經不能再演偶像 快點 演個媽媽吧 其實這個戲 就像豪榮講的 這算不算你第一次當 真正的戲劇導演 對 我之前有當過一次 就是MV的導演 但是如果戲劇的話第一次 第一次 好 這個導演拍完了嘛 對不對 我的拍完了 對 他們還沒有拍完是不是 對 所以你們還沒有完全殺氣 還沒 還有三個禮拜 所以她跟她老婆來了 老婆說希望有一點假期 根本還沒有嘛 對啊 我覺得她是自己 不給自己假期的 是啊 對 因為她很愛工作 是不是 就我只是 因為我去拍這個戲 其實並沒有太長的時間 然後可是就聽到說 演員都說導演不睡覺 導演不睡覺 然後有一次我就看到她 我說我說導演是不是都不睡覺 她說沒有啊 我每人都很開心啊 我每人都很期待 趕快可以來那個上班啊 可是雙眼不滿血絲 就對 自己不喜歡睡覺 自己不喜歡放假 我覺得她是這樣的人 因為這個累積了很久 這個想當導演的這個 這個機會對不對 其實我講的東西是 從她開始拍第一個MV的時候 她就想當導演 那當導演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我也知道你這個當中 好像去學攝影 去學看人家燈光 你自己在拍戲 就偷學很多東西 就是為這個準備對不對 對 其實我從很早之前 就立志想要當導演 因為我大學是學美術 其實美術它也是去表達 但當導演 你就不是只是拿那個畫筆 你是可以有整組人 來幫你實現你想傳達的一個 對 影像這樣 對 對 其實我在98年 我第一部電影 然後爾東森導演 其實那個時候 我看到爾東森導演在導戲 我就覺得說有一天 我也希望可以跟他一樣 98年 你那個時候才剛剛進演一圈 對 但我還沒想到說 什麼時候要當導演 或者我只希望說有一天 可以跟他一樣 然後就很巧 爾東森導演在拍我那部戲的時候 然後他是42歲 然後我現在第一次當導演的時候 也是42歲 對 他那個時候 你看20年了 他那個時候剛進演一圈 1998年剛進演一圈 對 哇 你們慢慢努力了 我也是在20年 沒事 沒事 你意思是什麼 不用努力就很厲害了 沒有 入圍最佳心願就很了不起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我在20年以後 你也可以當他 就跟導演一樣的年紀 42歲 可是不能這樣講沒有 所以說我老 對 所以我剛剛沒有要講 你講一半 好 這個戲 其實有很多大明星來客廠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大明星 好不好 這檔戲的時候我有去練拳擊 結果突然他不要拳擊 他要拳打 你玩我馬蹄刀 再一次 我們單練這個動作就好 好 好 這也要抓 好 來 好 帥 沒有... 我覺得好啊 這個後戲帥 沒有 可以 哇 記得我愛我 等著 到不會那些快樂 用梗喔 記得我愛過喔 我是特地為導演準備的這句台詞 你懂什麼是愛嗎 小長 那一種 你記得我愛過 我一定會抱你 你平常不可能到人家導演警察那麼兇 怎麼會這樣抱你 抱你 你應該給你反應嗎 可是我要摸你 對不對 因為待會兒我會摸他臉摸到這邊 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要先跟他溝通 我們就聊天聊天 就講到我一起來麻辣先生 他說 我國中 我說好了 話題不要再講了 你弄了我快14年了 我就弄你幾個小時 這個算什麼嗎 以後我們把它全部喝掉 然後把它撲回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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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絲 花絲 咬下唇 咬下唇 好啦 看 都不清話耶 等一下 你一口喝下去是真的 吐回去是假的吧 對 這個導演 很喜歡整大明星耶 不是 我被怡榮欺負了十幾年了 我真的有機會可以 終於有機會是不是 對 而且我認識的Peter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點嚴肅的 我不曉得他導戲的時候 是這麼的 這麼的 因為我總覺得他 對他的工作很認真 然後處女座 想很多 但我沒有想到 你在拍戲的時候 是這麼調皮的 難得可以掌控一下嗎 真的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拍戲 我覺得態度要認真 但是我們的那個氣氛要輕鬆 對 這樣子 人越鬆弛 演員們越鬆弛 他們其實演得會更好 那你確定有讓你們鬆弛嗎 你沒請過 我很鬆弛 但他們兩個就比較 對 楊晴你有鬆弛嗎 有 導演 因為導演本身也是演員出身 所以感覺到在導戲的時候 他看到我緊張 緊張的時候會 會有感受到他有試圖在 讓我放鬆 用另外一種方式 他譬如說他跟我講完 一場戲 然後讓我理解之後 他說好 你去旁邊吸收一下 然後因為剛好我也需要 那個時間去吸收 你們拍戲 比如說 楊晴要把你過肩摔 過肩摔 但你好像把人家摔得很慘 是不是 我那時候臉流血 那個是特效喔 沒有 他就是 是拉到我的褲頭 拉到他的 因為我武術指導 是要我拉他的褲襠 然後把他摔過去 拉他的褲襠 褲襠是前面 褲襠是後面 褲頭 褲頭 很痛耶 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不小心連他的那個 內褲 內褲一起拉起來 然後可是我們兩個的反應 他一轉過來看 我真的眼睛瞪很大看著我 然後我也沒有講 然後導演也沒有喊咖 對 然後就摔出去了對不對 我就覺得拉得好 借刀殺人 其實這裡頭好像有滿多 打的東西是不是 還滿多打戲 你是要愛打架對不對 對 那有真的打嗎 跟他 都跟他打 就剛我們看到那個水裡面的戲的時候 就那一拳下去 其實好像是真的 有一拳 對 然後連打四次 導演說在monitor前面看的時候 這一拳好真 然後轉頭回來發現他這邊已經腫起來 對 這是一個包這樣子 但我們兩個真的是 冤家 冤家陸宅 對 只是我們兩個拍打戲 就一定有一個掛材 真的 就是你們兩個 嚴格說起來 是不太會打 真的 武漢會打 是不會打傷的 或者他們有 私下有仇 可能他們真的很會打 但是只是覺得 趁機 撞一下對不對 然後打完 不好意思 導演不好意思 我剛打到他 聽說哈孝遠這裡頭 剛剛導演坐下來 一直誇獎你 是 因為導演戴高帽的技巧 是非常好的 因為基本上我的合約就是 如果說加戲是不用加錢的 所以說導演都會講說 你這個很棒 我跟你講 你這個拍得很好 我們等一下再加一場戲 因為下一場戲 非常需要你來引導大家 我們再加一場戲 沒有 你是現場加的嗎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 因為之前 我想說導演自己是編劇 我本身是因為打籃球的 比較不會背台詞 所以我都大概知道 對 大概知道那個氣氛 你為什麼覺得打籃球 不會背台詞 不是 比較懶惰 比較懶得背台詞 然後就大概知道那個氣氛 那個感覺 然後背個大概六 七成就好了 可是我想說導演自己是編劇 他一定對自己的那個 他的所有的一字一句 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就背得很辛苦 終於把它背好 我說導演 好 來 我來 我好了 背好了 我們來吧 好 我跟你講 你現在那個劇本 你全部把它忘掉 那不重要 他跟我說都不重要 我說那再來呢 再來我跟你講 我喜歡一個全新的想法 這個想法只有你可以幫我實踐 對... 然後我就 那謝謝你 他就講說這個我跟你講 這場戲真的必須要你 這是導演對你最佳的這個 認可 認可 跟誇獎 我跟你講 他都覺得他寫得不重要 你講得才重要 是不是 對 等於說以你為主了 劇本 不要 哈孝遠 Good 是什麼 我一開始以為真的是這樣 後來發現 好像是因為 所以就可以一直加戲這樣子 對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哈孝遠劇中的片段 值不值得你承擔 其實你都沒問題 你拿有什麼問題 最佳入圍 沒有 對啊 他入圍 我20年都沒入圍 我都在大陸 我都在大陸 我大陸也沒入圍 對啊... 我都在大陸 小哈不敢當 女人在打籃球 智掌就智掌的 好 換來 對 等一下灌籃 但是等一下應該會墊一個沐箱來灌籃 來 Action 1 2 3 GO 這為什麼頭髮那麼捲 你頭髮幹嘛那麼直 你頭髮幹嘛那麼直 你身體很好啊 OK 等一下... 你真的好賤喔 真的很賤喔 很賤 那你會不會不喜歡 我太愛了 我是說剛剛沒有瞎到 或者隨便 你那麼會編這種 我其實還好 我其實個人 個性比較正直一點 比較不會這種東西 這是我今年聽過最大的謊話 好 OK 接著 對 我要多聽 所以根本就是 他自己編了一些詞就太棒了 演得又太棒 那麼賤 我演得... 我覺得你們這戲 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對不對 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都在學校拍 那有其他學生嗎 在上課嗎 有 但是那學校都很配合 對 他們也空出兩間教室 其實是好幾間教室 一整棟給我們拍 其實這也是真的 離開學校很久再去校園對不對 我覺得蠻好玩的 但很熱是不是 你們拍的時候 你們在高雄 你們在高雄 你們這次在幹嘛 或是每個人臉都是歪的 這是要運動會了 這是要運動會 其實我們大家都要說辦鬼臉 籃球那一場吧 運動會集合不是嗎 對... 然後辦鬼臉 然後有人沒有辦 中間呢 你... 對 穿藍色衣服那個 長得好像我 但不是我 不是 長得像我而已 藍色衣服那個好像 好像鍋子前大哥 他有來客串 他有來客串 文憲軒 闖演一圈 奉享成為劉德華 記者有問他 你這樣 你覺得你的目標是什麼 劉德華而已 所以就一直在學習 所以還是要成為劉德華 當然是何仁東討厭 一直在暗示我 想到劉德華沒有關係 何仁東真的沒有劉德華紅 我同意 其實今天我這裡有一個 黑箱蜜涵 就是來控訴批導的 No good... 就是這個 你第一次做導演 總有一些 他們想講的話 但不好意思 所以就藉著我們這個節目的機會 講出來好不好 我拿出來 然後講出你的控訴的時候 你猜是誰控訴你 好 好不好 好 第一封黑喊 我認為劈德太喜歡碎碎唸 誰都有可能 誰都有可能 現在玩吹牛油 這是不是整個劇組 整個劇組寫的 還可以只有我 對不對 四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整個劇組 全劇組寫的 對 你喜歡碎碎唸 也還好啦 有嗎 怎麼會 沒有嗎 有嗎 不會啊 挺好啊 你看導演的壓力就還在這 明明他們覺得我愛碎碎唸 但導演真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到底有沒有碎碎唸 你問導演是不是在聽老師愛碎唸 超級 星鮑馬賽克 星鮑馬賽克 對 對 登集在現場就有點像是早餐店的老闆 就 欸 道具 燈光 娘娘呢 陽 陽晴呢 換個衣服有沒有 衣服還沒換好鞋子怎麼還沒穿好 教官麻煩你指那個和平樓的時候啊 稍微再停個多一兩秒 你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你看我看 你看 正在觀 那應該是他們那班人做的 會這樣 我拿著手機這樣 我說剛剛沒有瞎到 或者隨便 你那麼會編這種 我其實還好 我其實個人 個性比較正直一點 他自己就是進入那個靈魂 進入手機裡面 嘴巴會蠕動 然後好像在耍素器 在我每一次要開拍之前 他都問我說 你最近有沒有健身 健身多少次 跟誰去健身 他是高高在上的表演嗎 只是一個小小的演員而已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都要找麻煩 原來有我陳劇組 陳劇組的人都說你超愛碎唸 你知道人到了一定的年紀 就愛碎唸 其實也不是 我覺得他 他好開心啊 其實我在看你在裡面 導戲的時候 有的導演是會很臭臉 你一定看過很多導演對不對 有的導演是說 怎麼還拍不完 就是有的導演是情緒很壞 他有 距離頭有他做不到的地方 他把氣都出在你們的身上 但你不是 你碎唸之外 你很 你很開心在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我覺得導演很注重細節 我自己的感覺 他就像 如果說以教練來說的話 就會說 有的教練就會講說 你這個動作不行 他就會要求你十次 但導演就大概一樣的意思 他就會講說 你這個情緒差一點點 你就要再來一次 然後可能 我記得我第一天到的時候 有一場的戲 然後就是兩個學生 跑進校長室 好像庭湖也有 然後就是那場戲 就大概連續拍了大概七八次 然後導演也沒生氣 他就一直講說 你等一下的氣 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來 你去旁邊自己練習一下 我就覺得 導演算是非常細心 但是也算是比較 對 除了細心之外 你們常常會NG很多次嗎 有時候NG可能是我自己不滿意 可是會去跟導演討論 因為不太熟悉 自己在鏡頭上面的樣子 然後導演就會給我一些回饋 所以跟我說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我還是不同意 他會給我機會 讓我再重新演一次 所以他是一個 遇見很多的演員 不會 他們都很好 其實 沒有...他記者有問他 你覺得你的目標是什麼 劉德華耶 我很少聽見 心驚的藝人說 你覺得你自己將來會是誰 劉德華 想成為誰 想成為誰 劉德華 我想希望說結了婚 然後交女朋友 一直都不公開 這個意思 不是 不是 就因為 你曉得你想成為劉德華 你一定要認為自己長得很帥 你才會成為劉德華 而且你又要認為 很多人喜歡你才會成為劉德華 你要認為你什麼戲都能演 你才是劉德華 你又覺得你會唱歌會跳舞 才是劉德華 對啊 劉德華耶 他笑起來一樣 希望我們可以是這麼成功 能這麼成功的劉德華耶 對啊 可以這樣就好 所以就一直在學習 所以還是要成為劉德華 當然是何仁東導演 一直在暗示我 什麼 什麼意思 沒有 我不要嚇你 好 新人先來上節目的時候 不要再嚇人家對不對 但是你的資料上面寫 你真的想當劉德華耶 想當劉德華沒有關係 我同意 是不是 是 因為可以常常從小 從小看劉德華的電影長大 可能從劉德華年輕的時候 那你從小沒有看何仁東嗎 有啊 風雲啊 我也有看 不是 我也有 我們全家坐在電視機前面 一起看風雲的 然後沒想到隔了很久之後 可以演你 隔了一下子就可以演你 我陪伴了他們的童年 白雲東 你會不會覺得 一邊拍戲有一邊受傷 但是也有一邊受鼓勵就對了 對不對 好痛喔 其實在這個戲拍的時候 因為這裡頭的角色 其實蠻難 因為你要找年輕的 然後又要 裡面有戲的 有女生還有警察還有 還有像這樣的 我覺得我還算滿幸運的 都挑到的是好演員對不對 對 真的都滿好的他們 而且 譬如說 聽話 然後念軒 有時候我會跟他們去討論一場戲 可能我們會重新 按照他們的邏輯的方式 重新再寫一些 台詞或者動作 對 就按照他們本人 因為我自己是演員 演員身分 所以我知道說 其實演員要有參與感 這樣子他才會更加投入 所以我盡量就讓他們可以參與到 編劇這一塊 那我覺得 他們可能有很多東西 是我沒有想到的 這個年齡 那個時候的心靜 那樣的想法 對 這個導演很不錯耶 來…掌聲 好 還是有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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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戲的時候 批導一次講太多 無法吸收 真的嗎 原請 因為其實我是 我自認為算 不是一個聰明的演員 所以導演又非常的細心 然後他重點是很有耐心 會一直跟我 一個一個細節講完之後 然後他會說 你懂了嗎 然後我就會一個問號出來 我就說給我一點時間理解 他又會再重新幫我順一次 你是聽不懂他的國語還是什麼 不是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我設定的東西 劇本我設定的東西 要通通到現場 在走戲的時候要 導演就會說 把它全部拿掉 全部拿掉 重新再設定 所以導演很喜歡全部拿掉 對 你看 是不是 不是今天好講嗎 就全部拿掉 就是你備好那是什麼 那都不要了是不是 到後面慢慢的 就會自己開始 好現場聽導演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很即興 對 其實這是對的 因為不同的人來 你先編的時候 其實還沒有他們 就是你拍了拍了 他們的個性 他們的樣子都會出現 所以你會 量身定做 根據他們的感覺 因為我不想受限於當初的劇本 我覺得很多時候編劇 很容易就是說寫了 就不准人家改 對 但是我是寫了沒關係 大編劇 沒關係 對 我覺得 最主要就是東西出來要好 我覺得他們有 劇本裡面沒有的 那我就劇本沒關係 就重新來 還好編劇是他 對 還好 如果編劇不是他 那個大編可能去換 我就慘了 我記得最清楚一場 他要拍一個灌籃的戲 拍了大概三四次 就真的灌進去了 再下一場就換我灌籃 你不就是那麼一個 我就墊了大概六個木箱 然後這樣灌進去 我就覺得 真的算是滿窮 你為什麼墊木箱請問你 你不是從小打球嗎 對 這一點我就很想跟導演講 大哥 我已經退休五六年了 好 我們來看看 陽晴在局中的片段 槍桑要是什麼味道 你知道他的事情 今天晚上在這過夜 手機莫衝 薛志倫女朋友是吧 來一局 暫停 骨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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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文卓同學 你是單親家庭 所以老師會特別 老師 你想問什麼 好痛啊 侯承鈺 去跟魯伊鳳道歉 我學過樓道 從小就開始學的 哇 學過樓道 背景有點喘 有點累 所以其實她 楊晴她打戲不錯 所以本來有一場戲 她是跟她的同事小慧 是在邊喝咖啡邊講 但是拍這場戲之前 我看過她有一場 我拍一場她打戲 幾個動作我覺得不錯 所以我就根據這個 去把那喝咖啡 改成在一個擂台上 她在跟人家打邊打邊講 早知道不要了 那一場戲很辛苦吧 其實還好 因為我小時候的偶像是楊子秋 對 我想要成為武打 就是喜歡武術 你打仔 他打得不錯 你打仔 你打得不錯 我記得第一場戲 就是拍保齡球 就是一次要打四個人 對 然後那時候就 完全打得很過癮 然後導演就說 太好了 我要幫你加打戲 我說太好了 很想聽到女生喜歡打戲的 很痛耶 不會嗎 現場都有武術指導 所以還好 對 倒楣的是武術指導 被她踢的對不對 對 好 來 另外一個 批倒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很喜歡加戲 很多人都有可能成為這個嫌疑犯 當然應該是小哈 這個是小哈 其實大家都有吧 你們有加戲嗎 其實大家都有 加戲好 加戲好啊 加戲好啊 很好 都要請導演吃飯 因為他幫我加的都是 吻戲 親密戲的 你這樣子就感覺 我是一個人 被賄賂的導演 沒有 這時候 之後我自己想要請的 那廳湖加的是什麼戲 我加了滿多打戲的 然後包含是 導演讓我在拍的時候 很自由的發揮 包含是翻桌子 摔椅子 然後一直在發洩 然後道具都被弄壞 他前骨看起來是一個文文靜靜 很像秀秀氣氣的 結果戲裡是很暴力的 對啊 所以這很衝突對不對 其實他本人也是 因為他以前是運動員 所以他有那股靜在那邊 那個運動員那股靜在那邊 真的 因為他看起來你看 眼睛 眼睛這樣 看起來很秀氣 他在裡面算是一個暖男了 然後我不是有無聘嗎 然後他張庭湖他說他當狐聘 你是狐聘啊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張庭湖在劇中的片段 欸 你幹嘛 天氣很熱 喝點水 謝謝 謝謝 好猛喔 你們兩個要幹嘛這樣 我真的 不要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如果一風他就先去鬥牛泉 酒瓣就是他的地盤 只要是酒瓣的事他都會管 走路看路 好猛喔 這角色一上升他好壞喔 很兇 很兇耶 對不對 他跟 因為他 他到這個攝影棚來 你看我們 我們這些老女人就很容易受騙 他就一直坐在那裡 然後三分椅這樣 然後就一直咪咪笑咪咪笑 是不是 花蕭妍 你有沒有看到人家新人 是多麼的辛苦 真的 庭湖 那個時候我剛到了 我剛到就是劇組的時候 我以為他很不歡迎我 你知道嗎 因為他已經開始在醞釀那個 我是 因為我是訓導主任 我專門找他麻煩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 他看我眼神就這樣 走路看路 對 一直在瞪你知道 我想說我是不是怎麼得罪他 不是 你先講 這個人是誰 我有入圍 沒有 因為他們是前輩 在戲劇上面來說是前輩 對 然後我就叫了他一聲 庭湖哥這樣子 因為他很有那個感覺 然後還有我記得最清楚一場 他要拍一個灌籃的戲 我想說 他要拍灌籃 結果還真的拍了大概三四次 就真的灌進去了 再下一場就換我灌籃 我就墊了大概六個木箱 然後這樣灌進去 我就覺得真的算是滿糗 但是他就很有 你為什麼墊木箱請問你 你不是從小打球嗎 對 這一點我就很想跟導演講 大哥 我已經退休五六年了 你不要再以為我真的可以灌籃 你知道嗎 大哥 我有看過你打球 謝謝 200 現在不用在那邊補這些廢話 其實他也是很愛籃球 他很愛 他超愛的 你超愛籃球的對不對 對啊 然後每一個就是像他們 比如說蕭敬騰 這些都有這種MBA的夢 都覺得自己上輩子應該是球員 對 是不是 可恨 可恨 對 你光不見了嗎 不是 我已經退休很久了 我全身都是傷啊 大姐 我怎麼樣 我膝蓋只要 你讓我 你讓我從前崇拜你 今天全部粉碎 你是我們再興耶 我的小學弟耶 再興籃球隊的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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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但是 我覺得籃球不是 一輩子都會打嗎 我也是他不能關籃之後 我才有這個疑問 哇塞 是不是 我真的對 好 算了 隨便 沒關係 我不會跟你去鬥就對了 你鬥好不好 劈倒什麼都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很喜歡給演員戴高帽子 OK 就他了 絕對是我 就是我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就是 應該是說有一場戲 其實那一場還滿大場 而且那個台詞很多 我就背了很久 那場我忘記好像是跟楊晴 有一些對手戲這樣 然後 好 我就說 好 導演我準備好了 他說 那你把台詞全部忘掉 又來了 不要記 不要記台詞 而且那場還一鏡到底 對 還一鏡到底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那邊走來走去 還要投販賣機 拿飲料 然後飲料還要漸出來 還要去洗手 什麼東西有的沒的 就覺得那場真的是 因為我覺得你可以完成得了 所以我才會給一個一鏡到底 然後又搭配很多不同的走位跟動作 結果呢 結果 非常好 其實還滿好的 還不錯 對 其實那場還不錯 還滿開心的 你就是要我們問這一句 結果呢 結果 對 那天導演就只過來跟我講 你就跟著小哈哥走 跟著他就對了 對 因為你會帶領 你會帶領 你的戲其實你是會帶領別的衣服 有沒有看到他在戴高帽子 有沒有 發現他...對不對 超貴的他 其實衣宣是最厲害的 他在現場那些什麼化妝 服裝那些很遠 移門都喜歡 我大概都要講60次 不好意思 我的鞋子可以給我嗎 不好意思 我大概都要跟大家聊天 頭髮弄了240次 你不要吵 對 待會兒就拿給你了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我再來拿一個黑函 其實這裡頭真的滿多的 對 好 好多人投訴我 對 這個... 這應該是導演自己寫的 他說批倒因為長太帥害我分心 我... 我沒那麼厚臉皮 我不是吳念軒 吳念軒 吳念軒 這我寫的 真的嗎 一開始 只有一開始 大概前... 只有一開始 前三個禮拜 對 因為就批倒他 以前過去很多作品 都是我滿喜歡的作品 所以看到他知道要跟他合作 其實連第一次面試的時候 要跟他面談的時候 我心跳大概是140 140在跳 就完全坐不住 直到開拍之後慢慢的熟悉 現場的狀況就好像... 這裡面也有很多小女生對不對 對 很多 很多 所以看到你 他們心跳應該也是140票 他們可能年紀太小了 都還沒來得及看我的作品 就連我都是心跳140 因為我滿導致都是想著 導演那時候拍內褲廣告的那個 他叫他大王 大王 大王 對 對 那個廣告 那個廣告 讓我 對 覺得 當一個男人就要這樣子 對 對 我這個幸福只有 現在只有屁太太知道了 好 這裡頭有一個林欣蕾對不對 一個是楊益晴 都是 姚益晴 姚益晴 都是很漂亮很年輕的 還有一個張豐豪 對 他就17歲 現在18了 剛剛半生 你們幹嘛要很在意人家差一歲 好 你們認為這裡面這麼多帥哥 誰最帥 誰最帥 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特質 就在不同的年紀應該會喜歡 譬如說 婷胡他是 比較那種 感覺很難捉摸的男生 很有神秘感 可能在18 19歲會喜歡他 然後 念軒又是 聽什麼 對 看到他的名牌 念軒又 我覺得念軒就是比較 感覺女友 女人緣會非常的好 他可能就是會在22歲左右 會喜歡他 我覺得豐豪會讓人有一種安全感 你家女生看的不一樣 念軒其實讓人家覺得沒有安全感 對不對 對 感覺讓他很花 其實念軒是最厲害的 他在現場那些什麼 化妝 服裝那些 阿姨們都喜歡 被他逗的 我大概都會被他講60次 不好意思 我的鞋子 可以給我嗎 不好意思 要不然都在跟他聊天 是不是 對啊 阿姨們就 尼軒 對啊 頭髮弄了200次 尼軒 你不要吵 對 然後我就拿給你了 是不是 真的 我跟妳講 這次沒有辦法 在現場就是很 人家劉德華 不然 人家劉德華 你將來要是劉德華 來 我們看一下念軒的片段 我就是老K 我們華音高中的學生 頑皮搗蛋的的確是多了一點 可是我們學校是一貫秉持著 愛的教育 我已 critically 在最後一項學校是一個 我已經清楚了 她在學校的學校 我已經超過了 都在學校的學校 做得多的 生意 你早晴什麼 在回那個道嗎 你每天都甩一甩 就要改變的 人民的 少惹我 很帥 你把他拍得很帥 不容易 很有味道 对 没想过自己在画面上会 因为那个虎爷看起来像动物 但是因为我看了虎爷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用功 你要去揣摩那样的戏 其实他演那个角色真的不是很容易 因为就是要去揣摩 然后其实演那个是会 上气不见下气 对不对 那个有点会 好像要整个虚脱的感觉 有把那个气一直弄在那边 但是演这个 哇 过瘾 很过瘾 因为里面很多没体验过的东西 或体验过把它放大 里面很多技能都会练 比如说骑重机 然后蝴蝶刀什么的 蝴蝶刀 对不对 以前很想玩怕伤到手 可是那时候拍 那时候第一次用蝴蝶刀的时候 是前一个小时 导演才跟我说 我们这边改成蝴蝶刀 然后我赶快去查影片 然后赶快学一学 然后就一直打刀 然后才去演这样 导演 蝴蝶刀不容易玩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一定能够胜任 所以我才给他这个任务 别人我也不会给 导演很会带高梦 对不对 不过这个角色真的很 就看了一点点 你都会觉得这个 你孩子会很喜欢人 帅啊 帅 酷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何润东 对不对 这戏自己拍自己 我最讨厌自己拍自己 是不是 很难 对 因为很容易分心 就没办法专心的演 比如说我现在跟亭胡在演戏 我会 想到他 对 然后想到他 这个表演 蝴蝶刀或者从哪里 可能要再换一个静位 然后在这个同时我还在演 但是我脑里没有在想这个东西 然后我还要再讲对白 我还想下一个静位 应该在那里 但是我再讲对白 然后在想 待会给他一个蝴蝶刀 好 我们来看看何润东 帅哥 你好 不是说过不要叫我大哥吗 这里是学校 要叫我老师 同学们 继续冲刺 老师会在人事的终点等你们 老师 你真的很懒 你不是要当人事人事的立者吗 老师把机会让给你们 好 我告诉你们 渊渊相报何时了 目当目边一根床 俗辣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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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为二年九班的代班导师 为什么没有发现学生有异状 查明发案真相呢 是警察的责任 而我现在的责任呢 就是在下课中小之前 被跑掉 是 校长 所以你是一个怕事的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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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戏 原来你是一个 有点窝囊的老师 对 有那么凶的人在 我哪敢管他们 对 你们的老师那么凶的 没办法 就很过瘾 因为打套出来 平常不敢对老师这样子 那么直接可以在戏里面有这样子表现 对 而且光明之弹弄导演就对了 对啊 而且什么时候看过 何人龙演俗辣 他都要演那种帅的 我看过他很多次 这次是我看到 何人龙最开心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次来 比如说戏宣传 他都是 不能说不开心 但是这个你看他眼睛闪闪发亮 因为自己的作品 那我其实 其实我很讨厌宣传 但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 Baby 然后我再跟小燕姐分享 跟观众们分享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 感觉是一个快出生的宝宝 然后给大家看他的照片 跟他分享那种感觉 我希望下次来 真的有Baby 有 因为我坐过那个沙发嘛 我真的很开心 其实看到很多艺人 我就是从 我当年看到何人龙就是像你这样 就是很害羞 然后很高 然后不太会说话 不像你 你很会说话 不像你 你不愿意讲话 也不像你 太活泼 人家真的是偶像 他很含蓄 也很害羞 但是他很努力 很认真 你看得出他 很认真的 然后那当然这很多年 他经历了很多事情 最近这几年 他的暖男的这个升职人心 这部游戏又马上要三月上演 非常恭喜 而且又结婚了 很严慌 非常恭喜 告诉你 偶像是可以结婚的 也可以谈恋爱的 可以恋爱 但不要花心 好 她下眼 对不对 童年轩要记清楚 我是看你在家伙我 可以恋爱 不要花心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 三月翻长的记忆 就要上演了希望大家来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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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